原警全副武裝荷槍 實彈攻堅鐵皮毒品工廠 現場的鐵門牢牢緊閉 原警破門後拉開鐵捲門 迅速進到工廠裡頭搜索 坐在房間裡面 當場抓到12位正在吸毒的毒蟲 也在廠房裡頭 查扣大量的新興毒品 彩虹菸和原料 這什麼東西 大麻煙 還是彩虹菸 一包幾根 我不知道 18 18根 早安憲大日前 接獲勤資有毒蟲 在桃園平鎮的鐵皮工廠裡面 經營毒品分裝 現場查扣的大量毒品彩虹菸 多達720支 菸草188包 另外還有毒品咖啡包 大麻研磨器 K-TAMIN等各式毒品 成分有卡西桶 還有這個K-TAMIN 還有VITAMIN FM2 咬頭碗等等 摻雜在這個腸炎裡面 那可以說是一個毒品的一個大雜營 或者是有一個制裁暴力等等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副作用 警方表示新興毒品採用煙就像是毒品大雜營 會讓人產生幻覺 卻也對心臟膀胱會造成嚴重的副作用 提醒民眾千萬不要隨意吸食來路不明的煙草 以免誤觸毒品染上毒癮 TV新聞陳志忠 彰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